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我是經濟日報的李國慶 港股今天先高後低 輕微調整 我今天要和大家講的題目是補裂口 未講這個題目之前,先看看恆新指數 全日恆新指數微跌了16點 收補20159 成交有749億 今天港股一開始就衝上去 事源是因為上星期五 美國外圍的形勢都不錯 看看道指 上週五的走勢 你見到都是反覆上升 連續第四支揚竹 雖然不算高,但都是一路反覆上升格局 最主要還有就是紐約期有 終於站在36元之上 突破了雙底頸線的34.82元 走勢應該是好的 按照計今天港股應該是衝上去 其有也走上來之後,也應該有機會總一步上升 但你見到其有已呆住在那裡 和今天港股的情況都很相近 原因就是外圍有些變化 外圍有什麼變化呢 歐元,你看看 形勢是1.1水平在增持 因為今個星期四 歐洲央行就意識 究竟會不會拿出火箭炮出來 發炮呢 現在市場正在等待這個消息 外圍既然在等 所以估計這段期間 對港股有些震盪、爭持 港股借勢是怎樣呢 你看恆子 剛剛今天升到上來 最高位是20331 今天最高位 1月8號那時和11號之間有一個大裂口 裂口底是多少呢 裂口的頂部 即是1月8號最低位是多少呢 就是20324 今天20331 就剛剛回補了這個下跌裂口 然後你看到好像有少少像烏雲蓋頂 不排除有些震盪 震盪之後呢 有可能就會有些回吐 作為技術性後抽也好 作為這個回吐也好 可能會回到二萬點之下 收到在一萬九千八點之上 那就為之非常好 因為這個第一個 這個頭肩底 那個左肩 的高度呢 這裏就是一萬九千七百七十點 那你見到那時候 都是一裂口上上去的 如果它下來 不跌穿這裏當然很好 但如果跌穿了 都不用怕 因為它其實可能是回補這裏的 一個上升裂口的 總之它不低過 大幅低過一萬九千四 都仍然都可以說是 頭肩底成立的 但是短期 很可能會有少少震動 震一震 看看多深 各企指數的情況類似 頭肩底突破了之後 今天衝了上來 最高今天見過多少呢 八七三六 八七三六這個位置 差三點才回補這個 下跌裂口 這個下跌裂口 最低是八七三九 這裡你見到 1月8日那個低位 最低是八七三九 差剛剛三點 這三點就是 決定了各指 其實今天 你見它有上升 恆指下跌 有些人說 各指是強過恆指 其實不是 因為為什麼 各指連完全回補這個裂口 還未回補完 不懂技術分析 只看那個走勢 可能就說各指今天強 那是的 事實沒錯 真是指數來看 今天各指是升的 但是如果你按技術分析來看 各指差三點 回補不完這個下跌裂口 其實它是弱過恆指的 換言之 各指可能會回吐的時候 到它幅度會大過恆指 事實上它如果這裂回下來 下試這個頭肩底頸線 你會見到它回到多少呢 它要8271這個水平 即是8270點左右 那它可能會回回來 深一點會不會有可能 有可能回補這個上升裂口 這裏有一個 最重要它不大幅跌低過 8000點這個關口 那還可以是頭肩底成立的 但如果跌穿得太深就要小心 那所以估計今天呢 恆指各指補了裂口 但是站不到 即是收市位不能夠高 1月8日那個下跌裂口之上 有機會技術上 會出現一次呢 就是回吐後抽整固這樣的形態 但是回吐呢 只要不是太深 跌破這個頭肩底頸線 仍然還有機會 潮流堅底梁度升風目標上升 好了 今天分析就是這麼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